大家好,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app 我的app叫做《讲压路通》 是关于一个露面情况的app 跟传统的app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app最主要是有三大创新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实时露面情况 第二个就是失车汇报系统 第三个就是智能球系统 我会逐一讲解关于这三大创新的功能 大家一进来这个app看到这个画面 它其实可以给司机手动输入他的目的地 另外司机可以用语音功能输入 为了方便司机载车的时候 很不方便手动的可以用声音输入 旺角 好了,接着按搜寻 便会输入由现在这个位置 去到旺角所需要的时间和功力是多少 好,接着之后 我刚才一开始就为大家介绍过三大创新功能 关于第一个创新功能就是实时露面情况 我现在就会为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移一移来这个电脑这边先 好了,过来电脑这边 为什么我要过来电脑这边 因为我想模拟一下 如何为止实时露面情况 假设现在司机是由这边 由现在火炭去旺角所需要的时间和功力 由现在火炭去旺角所需要的时间和功力 那么它GPS是不动的 但是我实时露面的情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一GPS一动动的时候 这些资料就会自动的 就会 更新的 另外也会有专人说 说需要的时间要多久的 那些资料 那我现在模拟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它一过了一千米 就会自动更新的 这些资料 看到GPS移动了 没错 那这些资料呢 就会自动更新的 亦都有人呢 会告诉你 所需要的时间和功力要多久的 那另外呢 司机呢 也可以呢 有个手动 查看 譬如由不同的地方 过海呢 要多少时间的 那譬如啦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需要过海的情况呢 那个隧道的情况呢 就发出了 另外呢 这些刚刚刚刚说的 那些不同的地区呢 过海的那些呢 我们都会有个 叫做 GPS Detection 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经过 这些地方 那我们就立刻 会告诉你 他需要过海的时间 要多少的 那我现在解设 它过了 譬如 譬如 香港仔隧道 那我进了香港仔隧道 GPS 那它就发出了 那就会 说回 譬如 各不同隧道需要的时间 要多久 好 那刚才呢 我就为大家介绍完 第一个 创新的功能 实时路面情况 那我接下来 我就会 为大家介绍第二个 创新功能 就是关于 这个 塞车回报系统 那是什么呢 那譬如 假设现在司机呢 由 现在火炭去旺角 那譬如 在这个时间呢 他会知道我哪里塞车 那怎么办呢 按一按这个键 那我们就会 全自动 就会 回报给司机 听哪里塞车的 那跟着呢 那这些塞车 那司机知道 这些塞车的位置 那可以怎么样呢 那其实我们 就会 提供一条 这些 一些data的analyze 就是 譬如 由不同的地方 去不同的目的地 所需要的时间 譬如 如果由现在 沙田去旺角 譬如 由早上8点 和夜晚8点 它所需要的时间是不同 但是我 就 就是 capture 我们用我们app的 使用者的一些data 那从而 分析 譬如 由哪个时段去快点 就 提供一条back 让他走得最快 那大家看到这里 那它呢 大家见不见到这里 这里呢 就是狮子山隧道 塞车 那么呢 我根据刚刚刚那些 在伺服器中的资料 一按一按 那么 当他遇到塞车的时候呢 就 就 把他避过了 塞车的位置 就 提供第二条路 去到这个 狮子山隧道 那另外呢 司机也可以 去这个 塞车举报画面 那我来鼓励 司机呢 可以 控制表达 哪个位置塞车的 那譬如 他现在想举报 旺角 譬如 阿佳老街 塞车的 他可以手动输入 或者用语音功能输入 按一按 举报 就举报在这里 其余的那些 用户呢 只要去到这个圈子 那就可以看到 喂 旺角 阿佳老街 真是塞车 那好吧 那刚才 我就为大家 介绍完 第二个功能 塞车 汇报系统 之后呢 那我现在就说 我们最后的 創新功能 就是智能求的系统 是什么呢 那其实呢 司机呢 按下 menu 就可以进来的版面 这个版面呢 就是设计 设计 给他的紧急 联络人号码 和自己的电话号码 是什么呢 譬如 当有什么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我们就立即会 送回 现在 譬如 使用着我们的 mobile application 这个使用者 他一发生意外 就会立即 拍照 和 送回他的 发生意外的地点 时间 上伺服器 那 立即呢 就会又送回SMS 告诉他的联络人 那他的联络人呢 就可以 立即知道 那个伤者是否真的 发生了意外 那从而快一步 去帮助我们的伤者 那 好了 现在呢 就假设 譬如 我现在模拟一次 他怎样 我们的 我们的 求救系统 怎样去运作 假设现在他真的 detect到 他有一个 交通意外 就是譬如 有一个很大的 冲击力 那大家见到 那他就立即 就会问 是否真的 送他的server 送一些照片 资料上的server 那这个全自动 你不用动 那他自己 会拍照 那大家见到 他拍了一张照 那他呢 就会 连同这张照片 的 时间 地点 一起 送上server 那另外呢 那紧急联络人呢 因为刚刚我填紧急联络人 是自己的号码 那他查回Message 就立即看到 他告诉你 喂 现在这个人 發生意外 可能你 立即 快点 看上我们的网页 看看是否真的 發生意外 那我们 过来 我们伺服这个网页 那刚才是 一开始的时候 要输入那些资料 就根据 那些资料 输入到这里 那接着 按回Login 就立即可以看到 刚才 发生意外 那时候 拍到的照片 和一些地点 和时间 那就可以帮助 那个伤者 那即是个紧急联络人 看回就知道 是否真的发生意外 再可以帮回 一些更新的支援 那最后呢 那 最后呢 那其实呢 我这个APP 在不同的比赛里面 都得到不同的奖行 例如 就是有个 全城社APP 公共资料应用比赛 就得到银奖 那另外呢 在一个 很出名的 大家都知道的 ICT里面 最佳创生级研究奖 拿到这个 优异奖的 那我今天为大家介绍 就是这样 谢谢